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想种点丝瓜 以春暖花开了 我除了种了一些豆之外 我还想再种点丝瓜 那这些都是丝瓜种 我们首先把这个丝瓜种来处理一下 这个丝瓜它和豆不一样 丝瓜皮很厚很厚 所以说发芽不太容易 丝瓜种子 丝瓜种子这个种的皮很厚 所以说我在网上看到 他们介绍就是说 你在种丝瓜之前 可以把这个丝瓜的硬的东西 把它剪一剪 用指甲刀或者用什么东西把它剪一剪 然后这样的话 它发芽就比较快一点 你看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像眼睛眼眉毛一样的东西 OK 看到那两个眉毛一样 嗯 这个丝瓜种子像两个眉毛一样的东西 这个地方就是丝瓜的头 这边是丝瓜的尾 那个丝瓜头呢 那上面好像有一层厚厚的皮 你呢就是说在种之前呢 用指甲刀轻轻的给它这样剪一下 把外边那个皮剪了 不要剪了那个肉 这样的话就是丝瓜放里边以后 就是说长得比较快 比较容易发芽 你看就是这样子 看这是它的头 用这个指甲刀给它剪一剪 把上面的这个硬硬的硬壳剪一剪 但是注意不要剪了它的肉里边 这样剪了的以后呢 它就会就是说破土发芽就快 但是如果你有耐心烦 对多等几天 它也都还是都能发出来 不在于这么两天 我一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剪 就这样放里边就行了 但是我也发现丝瓜就是说 绝对不能种枣了 丝瓜必须要 这个天气真正暖和了 四月份四月初开始种 就最好 种枣了以后它都不发芽 就稍微这样剪一剪就行了 这个剪好的这些丝瓜种呢 就把它放到这里边一样 就是放里边就行了 每一个里边可以多放几个 到时候看看哪个长得好 留哪一颗长得不太好的可以 把这个种放里边以后呢 就再把它盖上土 浇上水 把它放到地里就可以了 看这个种到地里的丝瓜 明显的长得比较好 你看已经长了好几半叶了 像这一个已经 已经六个月了现在 所以说长势还挺好 这一盘呢 就是同时栽的 栽的这个盘里边 你看它好像就没有 没有地里 放到地里长得好 所以说有条件的话 就是还是放到地里 这个长是比较好 因为它有地温 尽管说我也把盆放到这个地里 但是它长得还是不如 直接放到地里长得好 这个丝瓜呢 它的这个根部很很不发达 就是它的根很小 所以说呢 在要想使过丝瓜高产的话 那就应该让它的根要发达 所以说呢 为了促使它的根发达的话 就是说丝瓜在开始长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就把它的枝叶 都给它打掉 然后keep它的枝叶 让它长 有了这些枝叶呢 它有光合作用 才能够使它的根部发达 而且呢 它长出来的这个 像这个呢 都已经比较长了 从这个地方长 一直都长到这里来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扶它 而且呢 你看这个丝瓜呢 它长了以后 它都趴在地下 这样呢 就比较好 趴在地下以后呢 过两天呢 我就弄一点土 把它盖到这个 盖到这个部位来 这个丝瓜呢 就是说 我没有 就是说 刚刚把它扶到这个 爬到藤上来了 馅上来 把它扶起来 因为呢 这个丝瓜呢 他们说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这个丝瓜呢 就是说 让它在地下 稍微这样 爬一爬 然后呢 用土把它 埋一埋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丝瓜呢 它的那个根部很小 很浅 所以说呢 你这样埋一埋 它可能这个地方 能发出一些新的根来 这样呢 根多了以后 这个丝瓜 它的这个 吸收营养的能力就强了 所以丝瓜就会长得很好 也就是说 它这样盖上土以后 它的这个枝子里面 就会发出很多的 新的根部 这样的话 就让它的根部 比较发达 这样的吸收营养 对 这是他们说的 我没有试过 今年我也试一试 以前的时候 我都是直接浮起来 我知道呢 其他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 想埋到地下 它就会生根 像西红柿的枝子 像那个什么 pumpkin 就是说 那个叫 南瓜 南瓜 那些东西 冬瓜的 它的那些枝子 你只要把它埋到地 用土埋上 压上 然后它就会发根 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就会促使这个东西 这个植物呢 就是说吸收更多的营养 就长得更好 所以说呢 今年我也试一试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藤子 对 把藤子 弄一点 埋到土里 看看它能不能发芽 这个 这个 这个丝瓜呢 爬到堂上以后 等它开了花以后 受粉也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好像那个丝瓜 就是说它 你给它 受了粉以后呢 它就会 那个 都 就长得很旺 就是说 不会枯萎 长得很 很好 所以说这个 受粉是 是这个 丝瓜高产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丝瓜呢 我发现就是说 它和自己种的西红柿 放到一块炒 或者是做汤和味道 特别的鲜美 这个丝瓜呢 就是说 除了做汤炒菜吃 而且呢 我还有时候就是说 留着它 就是长得比较老一点 然后用来刷 刷碗用 也特别好用 因为在这有时候 买丝瓜秧子不好买 但是如果说 你用这个 自己吃不完的丝瓜 然后让它长得老一点 留在枝子上 然后 长成丝瓜秧子 也特别好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